台当局外事部门11日晚间发表评论着 对于政治力干预民间商业行为及国际企业营运的做法 表示谴责,加密切关注本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促进各航空公司妥善处理 勿在截迫下矮化台湾地位 观察者网综合报道 美国航空 其最后自家委能在7月25日 前安民航局要求完成涉及澳台信息整改的公司之一 8月11日 该公司官方网站上查询机场国家地区 依然已不见台湾选项 台湾联合新闻网 8月10日曾报道 该选项当日还在 目前该公司官方网站上 国家地区依然 所有已字母T开头的选项中 已不见台湾 如下图 目前尚不明确这一整改 是否能符合民航局要求 台当局外事部门11日晚间对上述情况发表评论着 对于政治力干涉民间商业行为及国际企业营运的做法表示谴责 将密切关注本案 争取国际娱乐支持 促进各航空公司妥善处理 勿在胁迫下矮化台湾地位 民航局8月10日举行例行发布会 有关负责人就向关爱航网站 释告澳台信息整改情况回答记者提问 并表示 截至目前 这144家外国航空公司 全部进行了整改 其中40家已完成 另外4家整改情况 正在审核评说 7月25日本英式民航局要求外航网站整改 释告澳台信息的截止日期 民航局26日发表通报确认 这是44家外国航空公司 全部进行了整改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美国航空公司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 美国夏威夷航空公司 等4家航空公司 官网却一开始进行整改 但整改内容还不完整 民航局表示将对此密切关注 并请决定是否启动相应民航管理程序 上述4家航空公司 当时恳请民航空局 两周后对其官网进行审查 8月8日 日本是新的截止日期 观察者 往时日报道 美国夏威夷航空公司 官网删除了台湾方面的选项 甚至三家航空公司也表示 仍在修改系统 以及民航局 要求变更对香港 澳门及台湾的称呼 观察者 网查询发现 达美航空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动作最慢 宽网上机场 国家地区一栏 仍可见台湾选项 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并列 达美航空官方网站截图 美国联合航空挂方网站截图 民航局早在今年4月25日 就要求44家外国航空公司进行整改 限时三个月 也就是说 这次家公司总共拥有三个月外加两周的时间 但整改依旧不及时 不达标 外加部发言人耿耿上月 曾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 稳定发展与政治基础 一个中国原则不容谈判和磋商 希望美国政府的促有关企业 可守一个中国原则 尽快做出整改 并避免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